今年開始拍影片的需求越來越多 我很多東西都想要在家裡自己來拍開箱 那我的願望就是在家裡的電腦工作桌上面 原地就來拍一個開箱影片 那可是我目前的相機就做不到這一點 那我每次要拍開箱的時候就會覺得 很麻煩要調整很多 所以我前一陣子就收到Canon的新聞稿 發現他們推出了EOS M50 Mark II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有興趣 那我就寫信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借我玩一陣子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入手M50 Mark II 然後玩了一個月的心得 那以及一些周邊配件的介紹 現在在桌面上看到這個就是 EOS M50 Mark II的本體 那以及它15-45的這一顆KIT鏡 那在旁邊就是它的機頂麥克風 那以及它的相機握把 那在旁邊這個是它的電池跟充電阻 還有它的相機背帶 那以及兩顆鏡頭我也都非常有興趣 一個是它的11-22這個是V-Log必備的鏡頭 還有這個28 Micro的這個微距鏡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樣一樣的來看 之前Canon M50被稱作為V-Log的神機 主要就是因為它對拍片這件事情做得非常完整 它的規格非常到位 那接下來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看上它的三個重點 好第一就是它有側翻螢幕跟麥克風孔 EOS M50 Mark II它配備了一塊3吋側翻式觸控螢幕 這真的很方便 像我之前用的相機我就沒有辦法看到自己 每次要拍影片就要前後跑來跑去 真的很煩 那現在用EOS M50 Mark II 就可以看到整個構圖 那還可以直接調整亮度 ISO 濾鏡效果 那再加上EOS M50 Mark II 它有3.5mm的麥克風孔 那上面有熱靴 我就可以直接把麥克風直接接在上面 然後它又支援Wi-Fi連接 可以拍4K畫質 可以換鏡頭 再加上不到2萬塊 就可以入手的入門的價格 那基本上完全符合出入門 想要拍攝V-Log 那生活紀錄的朋友 那第二點就是因為它非常的輕 Canon EOS M50 Mark II 如果你光看外型 其實長得跟一代是一模一樣 那都是黑白兩色 摸起來其實都有塑料的感覺 不過它塗裝有一點不一樣 一代是亮面 那二代則是霧面消光的質感 不過我覺得質感其實是小事 重量輕才會想讓我帶出門 因為你拍V-Log 很多時候都需要長時間手持 你整組舉個10分鐘 應該會想要死 第三點很重要 它是可以換鏡頭的相機 這代表我可以用這一台相機 做更多的事情會更彈性一點 好 現在我拿的是這個Canon EOS M50 Mark II 它的KID鏡頭 那它原本附的是15-45這顆鏡頭 那我現在手持的範圍是這樣 手舉到大概這個範圍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拍攝的範圍 大概是我的人佔畫面的三分之一 好 那目前是這樣的拍攝範圍 那接下來我把畫面切到4K 好 現在我把畫面切到4K 然後手一樣是舉著這個範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4K的話 它畫面會做採檢 那你會不會覺得現在看起來的畫面 有點擠有點太小 那畢竟我們不是靠臉吃飯的 你就會發現這樣子畫面整張都是你的臉 那你就會覺得有點太擠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展示一下 11-22這顆VLOG鏡頭 它給你的威力 好 我現在換了11-22這顆VLOG神鏡喔 你有沒有發現整個畫面的感覺變得比較寬敞 那現在是11-22這顆鏡頭的最廣的範圍 你看到它可以拍到我的胸口以下 那背後的頸 以及我整個人的身體啊 大概是佔畫面的四分之一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完美的範圍 你一方面可以展示這個畫面的背景 那比較好說故事 然後畫面也比較有張力 那接下來我來示範一下 它切換到4K畫質 接下來我們把畫面切換到4K畫質 那如果你需要4K畫質的話 它畫面一樣會有裁切 不過它的壓過感就不會這麼的重 所以我覺得VLOG拍攝的用途的話 如果你的手必須要這樣舉著 那你建議你一定要購買 11-22這顆鏡頭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11-22這顆建議如果大家有在拍VLOG 尤其是拍自己的話 這顆是必買的 那另外像我自己是以拍開箱為主的頻道 各種產品細節也非常重要 所以另外一顆微距鏡我也非常推薦 你看我這樣換上去之後 一轉開進入超級微距模式 那你看它前面會自帶微距的LED燈 那它有兩段亮度可以調整 我可以這樣超近拍 那可以自己補光 細節就不會被環境光的影子擋住 所以這顆鏡頭非常的貼心 像你有在拍一些生活紀錄的影片 像是擠粉刺啊 組裝模型啊 像我拍開箱的這種影片 微距鏡這顆鏡頭真的是非常好用 那再加上它有雙重IS穩定器 那手持你看這個影像也不會很晃動 那EOS M50跟M50 II歷經兩年之後 雖然外型上沒有什麼改變 不過實際上在軟體上多了三個更新 第一它的對焦速度變快 除了一樣使用雙核對焦之外 又多了眼睛偵測自動對焦 它的速度已經接近C加高階機種的水準 你看它會牢牢的抓住我的眼睛 我怎麼動它都抓得住 有沒有 這樣子在拍影片的時候就會非常方便 在拍攝的時候 最怕就是你拍整段 然後畫面都糊的 那所以眼睛自動偵測自動對焦 就會很方便 那再來是這一次它支援了 垂直4K短片拍攝的功能 那像我經常看一些網紅的直播啊 就會覺得啊 它的畫質如果可以再更好一點就好了 那EOS M50 II它內建Wi-Fi 也內建陀螺儀 它會自動偵測方向 當你把相機打成直的的時候 它就可以垂直拍攝短片 那第三個比較重要的更新就是 它支援YouTube直播 那其實有些YouTuber啊 那它可能在用直播的時候 用相機直接直播的時候 它會接在電腦上用OBS直播 那這一次Canon它直接在相機上面可以直接連Wi-Fi 那可以直接支援YouTube頻道直播 那有在做直播的朋友就可以用相機 來直播清晰的畫質 不過它限定喔直播的人數在1000人以上 那輸入頻道就可以直接連線手機直接直播 好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麥克風喔 那我們先來測一下這顆機頂的麥克風 Canon原廠的這顆DM-E100 然後這顆麥克風它的聲音效果如何 那現在看到的畫面啊 後面它有車身 然後旁邊是學校 然後有一些風 風也還好 但是它上面有防風罩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看它的收音效果 那接下來我會把麥克風拔掉 然後大家聽聽看它的收音效果 好 我現在把麥克風拔掉了 大家可以聽聽看它的收音效果如何 是不是跟剛剛有差別 那現在拍攝YouTube影片啊 聲音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層次建議大家 這顆機頂麥克風也一定要把它買下去 那這台相機啊 它有三段的防手震 分別是關 然後第二級防手震 以及第三級全開的防手震 那這三級啊 我分別給大家示範一下它的防手震的效果 那我現在用的是 11.2 M10 II的鏡頭 那我就邊走 然後邊走上階梯 那這是第一級 它是全關的狀態 那只靠這個鏡頭上面的內建的防手震 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它的震動的範圍 好這是第一級的防手震 接下來我開到第二級的防手震 同樣用的是11.2 M10 II這顆鏡頭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畫面的抖動的狀態 我是覺得我自己這樣看畫面喔 會覺得它的效果還滿好的 那再來試看到第三級的防手震 好現在是第三級的防手震 那第三級的防手震 畫面裁切的就更多了 有點像4K剛剛的感覺 然後一樣邊走邊 那一樣邊走邊拍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這三個防手震的效果 那再來講到這支相機把手 我覺得這支把手震真的是很好用 它這邊會有這個螺旋的腳架鎖孔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裝上去之後 那再來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握著它 然後這樣子到處去做街拍 那像我們剛剛在逛街區啊 那你如果拿著這種小腳架邊走邊拍 其實警衛不太會趕你 可是如果你拿著一般的大腳架 說真的你也會被趕 經常會被說 啊你這個不能傷色啊 經常被趕 那就很麻煩 那再來是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做有斷射的調整 你可以看 按著這邊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調整角度 那不管你要這樣子拍 或者是低角度的這樣子跟拍 它都蠻好用的 也都很穩 那你可以這樣拿著這樣子拍 它再來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它可以直接把這邊展開 然後做成直立式的腳架 那你可以這樣隨時擺著 然後去拍自己 然後像這樣子去展示開箱 然後拍一些生活的紀錄 也都蠻好用的 那還有一個特點喔 就是它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無線的遙控器 可以這樣拿起來之後 跟相機直接做配對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藍牙的遙控器 所以這個腳架我覺得 如果你是以街拍為主的Vlogger 那我也會建議你把它一起買下去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實測一下這個夜拍 看ISO它從200到12800 它各階段的表現 OK 我們直接來實測 好 我現在人在這個樂華夜市 那我現在手持這個Tenon M10 Mark II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後的場景 以及我的人臉的這個畫面的明顯表現 那有照到光我的臉會比較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臉部啊 跟後面的背景 它的光暗對比 有沒有過曝 然後它畫面的抖動狀況 因為現在是全程手持 好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對 對 對 好 我來總結一下 我這台相機啊 它對我來講 對於我的工作流程 帶來很大的改變 我的相機啊 從前它就只能這樣子上翻 它就只有上翻的功能 那基本上我沒有辦法在我的書桌上面 因為我的書桌是靠牆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擺著 然後直接在我的桌面上 原地作業 可是現在這台M50 Mark II啊 它就具備了翻轉螢幕 以及換鏡頭的功能 我只要把腳本打好 然後把提詞機掛著 然後接著把相機擺著 側翻螢幕打開 欸 我就可以直接在我的桌面上 原地作業 就很方便 非常加速我的工作流程 那如果我要拍攝開箱的話 我只要把原廠的Kit進換上去 我就可以原地開箱 這整個加速我的工作流程 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那如果一定要講一個缺點的話 就是它在拍攝4K影片 裁切的部分有點多 如果你有拍攝4K影片的需求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買M6 Mark II這一台 好 那今天的影片啊 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這台相機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是雲霸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take 齡 製曲 推 來 quiera